下面那个是正常的决定盘 一个退化 一个突出 一个脱出 我们今天说一下 这是个正规的吗 还是患者的片子 不是这个模型 正常健康的 不是不是 这是一个模型 它有病变的 有没有病变 有 你看退化 这是退化 你看中间这里 可以拉大吗 可以拉大 可以可以 这是经常的 这里显示正常的健康 第二个 我教他们怎么分辨 这些突出 脱出 这些很简单的 你们俄罗斯他们吃过那个果酱面包吗 就是里面有果酱的 一个面包 对 一个果酱面包 蓬出 蓬出 蓬出就是 果酱点了 类似于你看它整个的 整个这个是 腰筋盘嘛 正常腰筋盘嘛 它有一个 你看这外面 外面这个是纤维化 里面那个是随和 你就把纤维化 鼻层面包 鼻层面包 随和鼻层果酱 这是一个正常的 对 正常的 对 你就告诉他这几种 什么样就行了 对 因为他们这个 就是这个 它就是蓬突也好 就是那个啥 它突出也好 还是说它这个 那个 神经跟炎呢 或者什么的 咱们 咱们主要是为了让它看 这个处理 是怎么处理 因为这个解剖学 咱要讲的话 那我们讲了 常常是简单的 对 比较简单的 就说比较简单的 几个行嘛 对吧 就是 这是最常见的 要是 Tan西节 我们只用了几个行银 手电 我们常常 约交通 在伺候 有 平等的 俩的 坡修 有 同胃 股脏 里面 这是 主要的 3个 分 还有 酷 有 病例 股脏 造成 股脏 瘤 股脏 尤 把脏 脏 这些不够的 这些有四个问题 所以有四个问题 不够是不够的 然后有几个不同的问题 那行,我们往下走吧 不提这些吗? 对,这些不用提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医生解剖 我也跟他们说了,就是分成正常的退化 那蓬突突出 跟位置改变还有个概化 对,这几个病种 但是他们不 不用让他们了解是 腰椎痛是什么痛的 他们就直接写手法 对,人家就是来食草的,他不是这样理论 好吧 好吧 那我们就说一下脉肩肌的手法 脉肩肌的颈椎和腰椎有七步 如果是说你们平常 脊椎和腰椎疼 疼啊 巨疼啊 有些疼得走不了路啊 可能他们面对患者 有风险患者的这种情况 可能走不了路啊 因为它是七步 能拿到一种自救 就是能缓解 马上就能缓解 这不是不准来吗 这就是这个人 不准来说 姜的会订阅 首先 不准来 先写减来 她说 现在更有作用 隔细装 到股变身 另外因为 然后,正在咱们 我就会痕痕 然后,第二 第三 按照 我们现在 这种向前 开始 就知道她的疏忽,她跟她们说,甚至有人疏忽,她们細疏忽,但是如果跟她们做的疏忽,一诏忽,一诏忽,她们继续受,她们都会想出生气 她们有一整整整个疏忽,她们就继续开始吧 来,来个人 来个人 parfois来? 你来可以 他可以 去那